11题也是题主 小女孩坐在滑车上 拜托爸爸帮她拉绳子 如图所示 回答11、12题 第11题是说 当党人拉直绳子后 爸爸逐渐向右增加力道 但是车子尚未被拉动 仍保持静止 请比较此时爸爸拉小女孩的力量F1 跟小女孩拉爸爸的力量F2 请问你哪个力量的大小关系 以及方向为何 那我们晓得 这个东西现在是不动的 属于平衡状态 所以应该是呢 所以他们的力量应该是一样大的 或者你可以想象说 我们把这个绳子当作受力物体 一个爸爸这边拉 一个妹妹这边拉 这样小孩子这边拉 那么这样保持平衡 所以两个力量大小应该会一样 然后一个方向是朝爸爸 一个方向是朝小女孩 所以方向是会是相反的 因此呢我们知道 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BF1等F2方向相反 所以第十一题答案 我们选BF1等F2方向相反 所以应该是法院 然后呢 我们选BF1方向相反